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上一刻咱们介绍了几种 目前比较流行的 做Web开发的几个组合 这几个组合 咱说最后通过层层筛选 Lamb升出 这几个咱们就来看一下 Lamb这种开发组合 它的一些概速以及一些发展的趋势 对吧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Lamb这个词怎么来的 那前两期重点说过了 它是由什么 Web服务器 Apaq 对吧 操作系统Linux 还有数据库 MySQL 以及什么开发语言 P2P 这几个手字乳的组合 统称为Lamb 那本身这个英文单词的意思是灯的意思 灯泡 英文单词 RMP 对吧 其实呢 现在的好多人因为就是 不然的话跟别人说 比如说妹子 你学什么呢 我学Apaq MySQL P2P MySQL 对不对 不太好听 所以呢 有个简单 就叫Lamb 对吧 那它这四个呢 它不是一家公司出的 听懂吧 是四家公司出的 它不是一个公司产品 组合呢 这些都是开源的 形成一个 把它看成是一个产品而已 看成一个 其实是四个 这里大家前面 通通前面都已经说了 对不对 你看 本身都是独立的软件 但是结合在一起使用 用越高的兼 什么 兼容度 并且组成一个强大的 外奔态 那这兼容性是怎么来的呢 其实呢 像P2P 不仅跟MySQL可以组合 可以跟Oracle组合 对不对 那或者是Apaq 不光是跟P2P组合 跟别的语言 是别可以组合呀 对吧 然后操作系统 像这些都可以装在Windows上 那通过越来越多的用户使用 那觉得 这四个的组合 才是一个黄金搭档 非常优秀的一个组合 然后呢 那兼容性 为什么越来越好呢 因为经常在一起组合 所以呢 主观上就将一些 这些技术本身的一些开发 就逐渐怎么的 优化 比如说P2P 尽量优化和MySQL的一个关系 对吧 Apaq里边尽量优化 跟P2P的一种合作 是这样 所以他们兼容性越来越好 那 像这个 现在LAMP的发展速度呢 当然了 跟G2E比和ISB比呢 它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个 好多像我们每年的年底呢 会做 咱们会做一些企业培训 对吧 那好多公司呢 将一些ASP的项目 现在往P2P的移植 对吧 而且越来越多的 G2E的项目 由于成本比较高 维股比较困难 对吧 或者开发周期比较长 也在一点点往LAMP平台上移植 这就说明LAMP平台发展越来越好 咱可以举个例子来说 比如说 现在只要是你知道的 网站的一些开发平台 比如那些流行的网站 你觉得哪个 它能离开LAMP这个 对吧 比如说随便说 像百度 对吧 比如百度里边的音乐频道 或者什么频道 对不对 再比如说像网易 对吧 像什么 金工 对吧 淘宝 对吧 里边都会有P2P的 这个平台的一个组合 的使用 所以现在使用率特别的高 像咱们前边 看我的小片一样 对吧 公司选择它 针对各方面的原因去选择 那都是它 优势比较大 对吧 所以呢 它现在越来越受关注 那这里边组合呢 比如说 咱们分别介绍一下 比如说Linux 对吧 Linux呢 它跟到Windows呢 是一个颠覆性的一个改变 有点像Windows的 最早以前的前身 DOS那种系统 对吧 DOS那种就是命令行操作的 最早计算机出来的时候 都是这种命令行操作的 但是这种操作呢 对普通话卫星来说 是不是有难度啊 对吧 那你用命令干这个 用命令干那个 复制人件夹 用命令对不对 不是图形化的 所以呢 微软出了一个Windows窗口呢 这都是图形化的 让老百姓可以接触电脑 可以使用 对吧 但是图形呢 操作是方便 但是呢 一是效率低 另外呢 远程管理不好管理 一般的咱们服务器 都不是在身边放着 比如说 你那是客户端 我这是服务器 就这么地方 不是 比如说 像修联的服务器 那比如说 就在北京周边 那些城市去放着 那我不能说服务器有问题了 或者调食东西 我就过去 比较麻烦 所以一般远程管理 那你可以想象一下 远程管理这个服务器 是直接用命令操作方便的 还是远程图形操作方便的 由于网速啊 一些什么限制 对不对 所以还是命令方便 所以我管理远程 苏联的服务器 那就跟管理我本地的服务器 操作的速度是一样的 对吧 所以说 Linix是专业的技术人去玩的 而那些普通话百姓呢 用Linix一点意义没有 听什么 比如说 你看那些外国的那些黑客 那些大片 对吧 你见过几个攻击别人网站 用图形的 点击这个点击那个完成的 对不对 它都是通过什么 是不是那些命令 眼花缭乱的一些字符接链 组成的一个 对吧 像这种系统 Linix用那个词 是这样的一个系统 对吧 因为专业的人士玩 不用图形 因为图形最终也会转 转化成这样的命令 来控制系统 那程序系远写的程序 都直接敲命令 是最合适的 所以呢 如果你 你不会Linix的话 不能说你发展不好 对吧 但是你会Linix 一定在IT行业发展的会更好 对吧 所以我希望大家呢 有空的时候 都学Linix 但是后边当中 环境也会介绍了 如果你不会Linix 也没关系 咱们整个课程会在温度上讲 但是咱们的代码 会完全可以移植到 Linix下用的 如果Linix下就更好了 你完全可以在Linix下开发 是最合适的 因为PeerP 它跟PeerP这里边 看到了吗 对吧 外面组合跟PeerP这个组合 它是最搭配的 对不对 那既然是最搭配的 那PeerP有些功能 只有 什么 只有在Linix下才能用 Windows下是用不了的 会有些限制 因为最早 像PeerP这个软件 Apaq的软件 Mix这个软件 都是在Linix下开发的 因为就是 如果它就能在Linix下用 那么好多用户 不会Linix 是不是学这些 就比较麻烦了 所以它是把这些后期一致 到Windows上的 但是有些功能 还是在Linix下支持好 知道吧 所以多学Linix 对大家是有帮助的 那咱们兄弟呢 也有一系列的 Linix的视频 也有Linix 西车丽尼尼斯的这本书 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 那外国服务器 那咱们为什么选择Apaq呢 其实现在呢 环境中呢 有两个选择 要不选择Apaq 要不选择什么 Mix 对吧 Mix是俄罗斯开发一款 那现在目前越来越多的大的服务器 已经在选择Mix了 对吧 但是Apaq也不失落 这个老牌的东西 占失差60%的东西 如果被Nix给超过了 对不对 他有点不服气 所以他得拼命的改版 将来有一天 他也会反超的 对吧 当然了 这就是一个外部服务器 发布软件的 不像语言那么难学 你有个一两天就可以学会 所以呢 大家选择Apaq也好 选择Nix也好 都是可以的 因为他就是学一个 发布网站的一个软件 不像语言那么难学习 你两者都可以选择 好吧 那对于咱P2P学习开发上呢 差别是不大的 但是咱们经常叫Lam的组合 所以这里边我重点介绍了什么 外部服务器 Apaq 这里边这是我要跟大家提示的 那对于这些文字性的东西 大家可以读一读 对吧 还有数据库MySQL MySQL大家都知道 是一个数据库管理系统 对不对 那他跟Apaq和P2P都是一样 怎么的 完全开约免费的 曾经呢 以前呢 跟我们跟官方有过合作 对吧 他们也找不出这个赚钱的一些方式 因为不像Oracle 对不对 Oracle我是卖给别人的一个系统 我要收钱的 对不对 当然了光一套系统没那么贵 他关键还有服务呢 开源的东西 最主要是什么 你要出问题了 没人管你 都得自己解决 对不对 比如说你用Oracle 如果有问题了 你花钱买的 不管买的软件 还买服务呢 对不对 如果有问题了 你可以打电话 给Oracle公司 说 你这个怎么怎么的了 赶紧快派个人过来给我看看 对不对 还有个服务支持 而MySQL这种开源的都是没有的 对吧 而且MySQL这种正确的对应是MySQL 那咱们的第一季在P2P课程里呢 先不讲这个 当然会讲P2P连接MySQL 如果大家想详细的学习MySQL呢 可以看咱们以前的视频 或者等咱们后续 P2P学完之后 咱们会马上 专门的会讲解MySQL 好吧 当然了 它可以在几乎所有的操作系统上 去安装这个软件 对吧 所有的语言呢 也基本上可以连接它 作为它的客户端 来使用 但是它跟P2P的结合 相当于完美 因为P2P在开发的时候 尽量靠近MySQL MySQL的一些语言的支持呢 也尽量让它辅在P2P 所以说接种性会比其他还好一些 那P2P呢 这份咱就不如重点介绍了 这个呢 是咱们后边 很长一段时间 咱们会重点讲的 对不对 所以呢 你稍微看看 了解一下 总之你记住 P2P跟A87MySQL 这种组合 相当于一种 什么 很好的一个标的配置 对不对 现在好多默认的 你买的另一个四公盘 或者下载另一四系统 对吧 那里边默认都在这个 都自带这个Line環境 然后Line環的发展趋势 咱们说了 Line環它是开源免费的 对不对 然后还稳定 兼容性还好 是这样 所以呢 它的什么 操作起来还比较简单 但是装环境的时候 会稍微复杂一些 对吧 然后呢 学习呢 也比较容易 所以呢 像它的简单性 开放性 成本性 安全性 使用性 对不对 特别是成本低 对不对 那受到越来越多的企业 和个人用户 和学习者的喜欢 对吧 那目前为止 刚刚都说过了 就有好多的大型网站和小类网站 特别重要的网站 选择这些平台是不是非常多呀 对不对 现在它已经远远超过 G2E的平台和 AIP的那个 Dernite的平台 对不对 所以呢 Line環这个组合 现状是很好的 而且它的优点 在不断的这么大 反正也在升级 不断的提高 对不对 将来的发展也是非常好的 对吧 而且现在 这Line環组合平台呢 现在呢 厂商知识比较多 对吧 你现在可以自己 装传服器 装Line環境 对吧 你也可以用一些云的 比如说 阿里云的 百度云 里边也给我们提供了好多 这种Line環的一些工作环境 对吧 对于一些创业者的一些 空间上来 需求上来说 也是非常有用的 嗯 而且这也都是开源免费的 这一定要注意 你直接吓得到原类码 对吧 什么成绩最好 看人的成绩最好 因为很多人的眼睛在盯着的 对不对 比如说 我脸上 如果中午吃饭的时候 有个饭粒 对不对 那如果就我自己 那有可能说 我不知道这个 那别人偶尔看见了 不认识 他也不会提示你 对不对 那如果怎么的 我这个 好多人看见了 你不提示我 别人是还提示我呢 就像一个看人代码一样 对吧 你要是B缘的 别人看不着代码的话 你写的好坏 别人都不知道 但是开源的时候有问题 别人就给你提意见 然后办门升级 或者是 后期优化的时候 就会怎么的 无常 对吧 所以开源的代码质量 是非常高的 而且这些还免费 对吧 还可以按你积极环境 自己编研 都是优势 而其他的 就很难做到 对不对 那他的发生 其实是 这块 这就不会说了 看下段就是 现在越来越多的提供商 用户企业 逐变人到 使用LAMP这个组核平台 用来构建各种运营商业的和商业合作的一些网站的成功应用 怎么的 更加具有竞争力 更吸引客户 对不对 无论是性能 质量 还是价格 都成为企业和政府信价化 必须考虑的一个平台 对不对 并逐渐开始面向企业机应用 所以 阿帕奇加PG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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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佳组合之一 而且它的发展速度也是非常快的 那这就是我们这节课 让大家稍稍留意一下 LAMP组合的一些优势 以及一些发展趋势 对吧 就是最后总的一句话 选择LAMP 没错的 好 谢谢大家 那这节课咱们就到这里 从下来开始 咱们从开始 安装环境 对不对 开始正式PGP的课程 好吧 好 谢谢大家 再见 by bwd6